李佳琛 李佳琛這日出席農曆新年活動 今年的新年 Ali又去了哪裡玩呢? 今年新年大部分時間跟家人過 都有跟朋友玩一些海鮮宴 我稱魚蝦蟹為海鮮宴 每年新年傳統都會玩 所以都很開心 跟男朋友感情那麼穩定 但都還未結婚 不怕被長輩催婚嗎? 其實都問了30年了 由出生開始 媽媽已經很想把我嫁出去 但到去年開始真的沒有問 到去年我發覺她是放棄了我的 到今年都是沒有問 所以都好 證明她都會覺得 她都接受我那套 可能真的要隨緣 而且是心急和沒得逼 不過就有上士預言 Ali今年很有機會會做人妻 有機會會結婚 其實我真的嚇一嚇 因為我自己都完全沒有計劃 但她竟然這麼大膽可以批我 那我們就看看2019年會不會吧 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